哈囉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再來介紹一顆 Lebel的鐵嘴 以前我看到這個Jazz 我都以為他是膠嘴 直到最近我才知道 居然有這麼便宜的鐵嘴 因為這一顆的價位 應該也比某一些 台灣做的吹嘴還要便宜 對 真的滿便宜的 所以我自從我吹了這個 ER之後我就開始 對這個Lebel的 這個比較近的 這個作品 就是開始比較有信心的 所以我開始多方的嘗試 他們其他型號的吹嘴 因為我之前的影片有提到 就是我第一顆吹嘴 就是這個Lebel的Studio 那時候我覺得超級難控制 那在經過了這個六七年 他已經就是 慢慢進步到我覺得他的吹嘴 真的非常好吹 那音色也是非常特別 好 首先他的這個吹嘴 跟其他大品牌 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他使用的是裸銅的表面處理 所以吹久了會像這顆一樣 他會有氧化的現象 對 好 那再來這一顆 他是做這個 低反射板 只是他在這個部分他有一個 做一個滿特別的坡度的設計 對 那像我的ER 就是這一顆是算比較亮的 所以他這裡有 一個很高的反射板 那這邊是直接 下去的 那他一樣在中間有挖一個 這個彈型的內槍 好 那他這個 內槍也是一樣是非常大的 OK 那這個的音色啊 我試完之後非常喜歡 所以我們現在來比較一下 這兩款價錢差一倍 那他的音色到底差在哪裡呢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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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宗盛